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上星期五出了一个新产生物价值数 超级大好于预期 证明了美国的通胀情况 究竟是不是他们这样说是短期 真的打过Question Mark 甚至乎是因为通胀数太小 再加上星期我跟你见面 我也说要看上去欧洲 欧洲拉格德那边 其实央行政策来说很软弱 他们好像想缩减刺激方案 但也不敢跟你说一刀切 我现在停 而是说我们现在来慢慢调整 继续要刺激 所以相对来说 他们很多人已经相信 包括我们做基金的人 都很相信其实 感觉上 或者理论上 或者数据上 通胀其实是越升越厉害的 是 而通胀一加剧了的情况之下 这一件事 今天都有一个CPI 如果他真的比预期再做好的话 会加强了下星期 下星期其实是FOMC 美联储的意识 而很多人 现在基本上大部分机构 都会认为他下个星期 就会由美国开始 开始减少买债 是的 减少买债 如果大部分的企业上市公司 减少买债 经济刺激少了来说 股市已经会受压 港股其实现在是从 我说指数 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从日线图来说 我们也看到跌了 连近日也跌了 从大小的角度 从今年年初 2月份 2月份也不断跌下来 有人会问 跌了底没有 上个月 如果上个月可能8月22日的位置 我都会觉得 还有机会谈一谈底 只不过可能中间有反弹潮 因为区间来说 这个是一个支持位 区间来说 如果从黄金比例去计算 黄金比例如果是从 20年那个大概 从那个20年3月那个底 拉回上去 今年年顶的顶 现在其实是回调了 大概三分二 即是61.8% 黄金比例 如果你说说 2020年3月那个底 即是21,139点 那和现在相对比 你就说 都未够是吗 它现在是一个支持区域 哦 支持区域 支持区域 所以其实它应该在这个位置震荡为主 哦 是的 因为它没有利好的消息去支撑 刚才我可能放在笔的时候也说了 香港港股是没有真实的利好的消息去支撑的 反而现在是不断在担心中的一些中央的政策 是的 大家其实抱着一个害怕的心态 很想找股票玩 是的 不是觉得绝望 是的 因为在炒复苏概念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但虽然这样说 例如你见到林郑也出来说 经济现在谈 就说两边胎关 本地经济不炒 你说炒椰国策 椰国策那些很多东西 好像pricing做到今天会 还可以搞什么呢 也有些东西都未被搞的 是 刚才我说了水泥 哦 是水泥 所以今天叫硬正一点 硬正一点的东西我们当然看了 是的 是的 从投资来说是两极性的 有危至有危 要是你聚焦在危机危险上 好像上星期说的游戏的网易 第二天它会立即澄清 其实我都会 科网管虽然不玩 但是游戏内我都会等位 在我的观察列表 但是这一类型 水泥因为它的硬条件很好 大家不妨可以去观察一下 如果你还可以说 在炒股不炒市的年代 水泥股堅听的股票可以看一看 是的 如果你说港水泥坚听914 十天市民月 3323 都仍是叫做低位 出反之脚出来 大家就说炒股 因为未来的下半年 就是那些基建 所以令到这些钢材水泥 就走出这个低谷 也炒了很多 还可以上到什么位 其实炒很多 但是计算时间成本 其实它也是炒起了一个月多一点 通常炒起了一两个月 短期都会回少少的 但是后续 股票这件事 尤其是海内这麽大的东西 通常不会以短炒为主 反而可能说 未来这一两个月 因为大家炒年底越来越好 不如让它回少少 回到可能第四十五元左右 大家可能看到有个企稳 可能有一两只羊租 明显升 那就再进 从途表角度 反而可能说这些 海螺算好的 要等它回的 有些如果你进取型的那些 试一下1313 哦 这一只 是的 海螺算好的 是的 进取型可以试一试的 是 现在仍然在高位 是坚挺的 成交完全配合了 当然如果在指标派的 就会觉得它是高卖的 是的 超买得很厉害 但是这个相对来说 可以是进取型的 因为它其实没有海螺那么大 它没有海螺那么大 所以少量的资金都可以再推一下 嗯 好 但是你炒股的取向呢 会不会都是选择 都是选择一些大资为主 还是可能整个板块 这些升很多了 不如找一些追落后的吗 追落后 追落后的话 就比较少追落后的 因为其实现在这段时间 已经升了一两个月 如果再追落后 我怕的是未来焦点转移 是的 所以其实现在通常就是 要是你找大资金的 便宜点去玩 因为它现在的利好 不只是一两个月 是 只不过是升得急 人们要回来 大资便宜点就是这一只 是吗 2233 233 就是落后 是很落后的 西部 是的 西部其实我前两天 我都想试一下 但是怎料上线太长了 是的 在技术图表来说 这两个位置有点害怕的 是的 有点害怕的 通常这些害怕的 我都是等它回落 它支持位其实都是回到一元一毫 一元二毫这些位置 就算跌穿了 跌穿了的话 也有点深的 是的 可能应该要跌穿一元之后 那都是一些大资金可以搞一些 大资金可以 你有信心长渣 是的 留意14或3323 另外再如果进取一些 就是1313 没错